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求主继续来保守 来带领今天早上的茶净 今天晚上的茶净 谢谢主 我们感谢祷告佛主的名 阿们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启示录的第二章 我们要看第三个教会 就是别加摩教会 我们上一次已经看到了以弗所教会 以及士美拿教会 那我们知道 启示录的七个教会 可以说是主耶稣写信给每个教会的使者 那么好像是一个X光机一样 扫描整个教会 那么这七个教会我们说过是现在的事 那么启示录第一章十九节二十节 说你要把你所看到的 现在的事跟将来必成的事 都启示录所听到所看到的都写下来 那么写给这七个教会 那现在的事 就是七个教会是现在的教会时代的七个阶段 那么因此 我们知道现在的事 是指这两千年教会的阶段 这两千年教会的阶段 那么如果神是给教会有两千年的时间 因为我们看到说 神在创世纪用六天创造这个世界 第七天安息的 那么创造论 我们讲过一天就是一天 一天就是二十四个小时 就是地球自转一天的时间 那么但是在末世论来讲的话 从彼得后书 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如果以末世论来看的话 神似乎给这个世界 有六千年的时间 然后最后的一千年 是千禧年 那么如果神给这个世界 有六千年的时间 那么分成三个阶段 我们讲过了 头一个阶段 叫做外邦时期 从亚当被造 一直到亚伯拉罕 被神呼造 差不多两千年 从亚伯拉罕被神呼造 到耶稣基督降生 也差不多两千年 那么如果教会 时代是两千年的话 我们知道教会 是在 主后的三十二年 那一年的五旬节 教会成立 主后三十二年 到今天 主后两千年二十四年 可以说今年是教会 一千九百九十二年的生日 明年二零二五年 是教会 一千九百九十三年的生日 如果教会是两千年 是不是 表示 两千零三十二年 教会就满了两千年的生日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明年 一千九百九十三年 还有七年 就满了两千年 那最后的七年 如果是七年灾难 教会 被提到天上 这世界的最后七年 教会在天上 而最后这七年 是回到了 以色列人的历史 因为在 单一里书的第九章 为了你本国之名 和圣城 已经定了 七十个七 到有受高军的时候 经过了483个 483年 六十九个七 到那个时候 受高军被剪除 神就把以色列人的历史 撇在一边 进入了 所谓的教会历史 所以教会被提以后 这个世界又回到了七年的 以色列人的历史 而教会被提到天上 在天上 要经过最后的七年 首先 我们在天上 要在神的宝座面前 唱诗赞美 我们成为 宝座面前的 哈利路亚士班 到七年灾难中期 教会 将要在基督的台前 受到 耶稣基督的奖赏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交上 而这地上 要经过七年的大灾难 到两千年到了 主耶稣 的脚 要站在感染山上面 瞬间结束 这个世界的战争 而进入 所谓的千禧年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 主战人的时间 已经非常近了 所以我们看到 世界的最近很多的大地震 很多的火山爆发 气候极端的异常 短短 一两个月 台湾就有两三个 很大的台风 但是感谢神 让台风 让台湾能够 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所以我们知道 时间已经很近了 我们应该 谨慎自首 心心祷告 确实彼此相爱 因为爱能够遮掩 许多的罪过 个人要按照所 得的恩赐 那么尽量的 彼此服事 不发怨言 所以这是 在这个末世的时期 这个是时间 已经非常近了 我们要好好的服事神 让我们能够好好 在基督的台前 能够交账 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 这个现在的事 教会时期的 第三个教会 我们上次讲到 以福所教会 这是一个 曾有民心 以牧者的教会 他们有保罗 提摩泰 约翰 在这个教会服事 这个教会也确实很好 受到主耶稣的加许 他们在服事方面 在为人牺牲方面 在分别方面 在对真理的坚定方面 在受苦方面 在受苦方面 都有很好的 受到主的加许 这是我们教会 也必须要学习的 在服事 牺牲 分别 坚定 受苦 都要 努力 让主耶稣 来加许 我们讲到 有尼哥拉党 他们是征服人的意思 就是教会里面 或许有一些人 或是 某一些团体 总是想要压制人 都认为自己比别人强 要人听自己的话 或许这些人 这是属于尼哥拉一党的人 而以夫所教会 不只在教育上能够坚持 他们也恨恶 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 但是以夫所教会 受到神的责备 因为他们失去了 起初的爱心 将服事 当成例行公事 每个礼拜天 来教会聚会 也好像是例行公事 完全失去了 起初的热情 兴奋 跟神 亲密的个人关系 受到神的责备 而主耶稣 每天他们要 回想 悔改 跟心 起初 所行的事情 要remember repent 跟repeat 要恢复 对神 起初的信心 警告 若不恢复的话 也许教会的登台 将变挪去 意思就是教会将失去光跟盐 的作用 我们讲到我们在美国的教会 有个昏堂 我们租了一个教会使用 已死 两年了 但是这个教会 现在要被卖给活教的团体 我们就被迫要搬迁 感谢神 我们找到另外一个教会 在附近 所以 如果一个教会 失去了 起初对主的爱心 教会将会被挪去 应许 得赦的我必将 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 赐给他吃 那么这一句话 我们在两天前的查经聚会当中 还有一个 从国内来的家庭教会 的姐妹 问我这个问题 到底是谁被提 他说是得胜的被提 因为 在启示录里面 都讲到得胜的 有神的应许 要给每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我就问他 你能够保证 你一定得胜吗 当你被提的时候 当主来的时候 你能保证 我们都是完全的得胜吗 不可能的 如果是得胜的被提 那么 没有一个人会被提的 是谁会被提 当主来的时候 根据以赴所书 第一章13节14节 你们既听见 圣灵的道 就是叫人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 应许的圣灵 为印记 这圣灵 是你们得赎的凭据 得赎 就是我们被提 所以被提的基督徒当中 大部分 都是有圣灵的印记 有圣灵印记的基督徒 会被提 但是基督徒 即使有圣灵印记 也是有可能会犯罪的 但是 我们要尽量 顺服圣灵的引导 以带领 我们就能够过一个 比较 能够得胜 过一个得胜圣洁的生活 将来被提以后 在天上 要交账 要收到奖赏 而得胜的 有很多的应许 要赐给每一个 得胜的基督徒 所以呢 我们知道 被提 是每一个 有圣灵印记的 都会被提 其中有很多人 是比较失败 甚至是失败的基督徒 他们没有办法交账 他们 会跑到外面去 哀哭切齿 为什么我当时 不好好的 为主而活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是的 得胜的 都有一些神的应许 我们感谢神 所以以后所教会 是一个在不小心当中 失去了起初爱心的教会 我们在忙碌的服事当中 是不是 在不经意的当中 也失去了对主那最宝贵的 起初的爱心 第二个教会 是士免来教会 士免来教会 是一个有冠冕的教会 当时是一个 为信仰 受逼迫的教会 所以我们知道 士免来教会 是一个中心 的教会 在初代教会 成立不久 就受到很大的逼迫 我们说过 罗马政府 允许犹太人的信仰 他们没有受逼迫 但是基督徒 被当为新教 被当为 耶稣害人 受到犹太人 很大的逼迫 同时 后来也受到罗马政府 非常大的逼迫 一直到 今天要讲的 别加谋教会 那个时候 君士坦听大帝 把基督教奉为国教以后 逼迫 才停止 外表的逼迫 才停止 所以士免来教会 是一个受逼迫的教会 也是一个有冠冕的教会 所以以后所教会 代表时代的教会 从祖后 大概三十二年开始 到祖后的一百年左右 就是到 约翰写的启示录 之后不久 士免来教会 是早期教会 受逼迫教会的时期 从祖后一百年 到祖后 三百十二年 君士坦听大帝 的时候 第三个教会 今年我们讲的 别加谋教会 从君士坦听大帝 祖后 三百十二年 到祖后 六百零六年 这个时候 紧接着 就是推亚推拉教会 从罗马天主教 六百零六年 祖后 到宗教改革 这一段很长的时期 代表推亚推拉教会 好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别加谋教会 神对 世免来教会 没有任何的责备 没有任何责备 这相当难能可贵 他们在人的眼光当中 或许是贫穷的 但是在主的眼光当中 却是富足的 那么对他们警告 你就要受的苦 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 中间几个人 下在间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 十天 主耶稣告诉他们 他完全知道 撒旦的计谋 他也知道 他们所将要受的患难 OK OK 拜拜 待会下去 好 十天 十是一个完全的 圆满完全 也表示 在教会时期 都会受各种的患难 但主告诉他们 不用怕 并且勉励他们 不要致死忠心 致死忠心 这是我们教会 也要学习 致死忠心 给他应许是 你要致死忠心 我要赐给你 生命的冠冕 得胜的 并不受第二次 死的害 我们知道 我们将来 要受到极顶的冠冕 有生命的冠冕 有公义的冠冕 有永不衰残 荣耀的冠冕 还有所谓的喜乐的冠冕 保罗说 你们是我的喜乐 将来你们能够安然站在主的台前 你们就是我的喜乐 所以 将来我们在主的台前 我们回到天上 在主的台前 要交上 我们会得胜的 会受到 很多的冠冕 但是最后 我们会把冠冕 再放在主的面前 说只有你 才配得这些冠冕 所以当主耶稣 在七年灾难最后再来的时候 他说他头上 带着许多的冠冕 所以感谢神 最后教会 要在神的面前交上 勿要致死忠心 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并且得胜的 并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我们有圣灵印记 我们被提 我们都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我们在第一次的复活 有份 在第一次复活 有份的有福了 他们不受第二次死 的害 并且要做神 跟基督的祭祖 并且与基督一同做王 一千年 这是神对我们教会的应许 感谢神 好 我们来看别加谋教会 我来练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 来练 这段经文 你要写信给别加谋教会的使者说 那有两顺利剑的说 我知道你的居所 就是由撒旦坐位之处 当我忠心的见证人 安提帕 在你们中间 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 你还坚守我的名 没有弃绝我的道 然而有几件事 我要责备你 因为在你那里 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 这巴兰曾教导巴勒 将绊脚石 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叫他们吃既偶像之物 行奸淫的事 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的 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 所以你当悔改 若不悔改 我就快临到你那里 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 怀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 并赐他一块白石 石上写着新名 除了那领受的以外 没有人能认识 好 这是对别加摩教会 所写的一封信 别加摩教会 我们称它是一个妥协的教会 compromising church 一个妥协的教会 别加摩被称为 小阿西亚最伟大的城市 在这个城市当中 有盖撒 为盖撒立的第一座神庙 或许 这就是主说 我知道你的居所 就是由撒旦 座位之处 这个城市 有第一座为凯撒 立的神庙 所以 我知道你的居所 就是由撒旦 座位之处 对基督的描述 是那有两润利剑的 我们知道 保罗曾经看到 做宝座的基督 非常可畏 因为他不再是拯救主 他来要审判全地 所以他所看到的基督 在第一章所描述的 是做宝座 非常令人可畏的基督 这里对他的描述 是那有两润利剑的 那有两润利剑的 每个教会 对耶稣的描述 都是根据那个教会的情况 而有对基督的描述 记不记得 对以弗所教会的描述 是那在七个灯台之间行走的 手里握有七心的 而在别加谋 在世明来教会 那曾经死过又活的基督 而在别加谋教会 对基督的描述 那有两润利剑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过 这些教会 都是代表教会的每一个阶段 这是所谓现在的事 对于整个教会的历史 整个我们神的救恩的历史 我们知道 教会的历史 是现在的事 因为在这两千年当中 我们讲过 神把犹太人以色列的历史 暂时撇下 正式进入教会的历史 所以教会是一个很奇特的 特别的族群 是蒙恩的族群 是有圣灵同在的一个族群 所以教会是很奇特的 一个时代 一个族群 只有这个时代 被神拣选的 被称为教会 他们也被称为 神的儿女 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 而教会是神所爱的儿女 所以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 一段历史的时代 我们称作圣灵时代 也称作恩典时代 当教会被提以后 恩典的门就关闭了 在教会当中 是一群 相信主耶稣 成为他们个人救主 并且受了圣灵的印记 的这些外邦人 跟犹太人 在这两千年的教会时期 环市接受 主耶稣为他们个人救主 口里认他为主 心里相信 神 让他从死里复活的 犹太人 跟外邦人 都成为教会的一分子 而教会是神的儿女 是神 家里的人 是非常门恩典的 以后我们会继续 来告诉你们 教会 的恩典 是非常的 大 将来要与基督一同 做王 并且 要做神跟基督的祭司 跟主耶稣 一起统治 千禧年 千禧年的教会 是做王的 要从天上跟主 回来 做王 主耶稣是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主耶稣要坐在 耶路撒冷 这圣殿的宝座 统治全世界 以色列人 神的百姓 要住在 以色列地 而外邦世界 还有很多的外邦人 他们经过了 七年灾难 没有被消灭的 没有丧失生命的 都进入了千禧年 成为神的百姓 基督的百姓 百姓当中 有外邦人 还有犹太人 教会要回来 跟基督一同 统治外邦世界 在各个外邦世界 做王 做祭司 有管理十座城的 有管理五座城的 有管理一座城的 有都没有做王 因为 有很忠心的基督徒 得胜的基督徒 他们又得到冠冕 做王 也有一些不忠心 经常失败的基督徒 他们也会回来 做基督这个大政府 政府的员工 所以我常讲 到那个时候 可能会看到 所罗门王 他不再是做王的 因为他失败了 耶和华向他发怒 他可能是 政府的 卫生大队的队长 扫厕所的 你可能会看到 所罗门 你是所罗门 他会很不好意思 因为他 不是一个忠心神的 一个百姓 以色列百姓 是神的百姓 这些以色列过去的圣者 包括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约瑟 摩西 加勒 耶稣 撒 撒木尔 这些人 大卫 还有 以利亚 以利沙 这些都是 以色列的百姓 以色列中心 旧约的圣徒 他们也都复活了 但他们的职份 是圣徒 也都复活了 在第一次复活有份 但是他们不是教会 因为教会是特别的族群 是在 圣灵降临以后 初代教会成立 到今天 这两千年的族群 是教会 在恩典时代 圣灵时代 有圣灵的印记 在他们的心中 当教会被提以后 这个门关闭了 很多在七年灾难当中 会信主的 他们不是教会 他们是信主的圣徒 在前几年当中 也有许多人 会相信耶稣 做他们个人的救助 前几年当中 百姓 以色列百姓 住在以色列地 有基督做王 统治他们 但他们当中 也不一定都是信主的 他们只是被主统治的一群人 在统治之下 安和乐利 非常平安喜乐 但是不一定称他为万主之主 他们称他为万王之王 这也解释 为什么以后 撒旦一被释放出来 就可以迷惑列国 那么多人 又跟从撒旦去了 所以我们知道 在千禧年当中 还是 我们要做祭祀 带领人 来信主 但是那个时候 信主的 不是教会 因为教会时代 已经结束了 好 我们继续来讲 别叫某教会 主耶稣对他们加许 他说 当我中心的 见证人的安提帕 在你们中间 撒旦所在的地方 被杀的时候 你还坚守我的名 没有弃绝 我的道 正如世美拿教会一样 别叫某教会 也受到极大的迫害 他们拒绝 向该撒的祭坛上香 拒绝称呼 该撒 为主 为主 为神 所以他们也一样 受到迫害 甚至他们当中的 弟兄安提帕 为了这件事 殉道被杀 但他们仍然能够坚守 主的名 跟主的道 这是主 眼中看为宝贵的 主在这封信的开始 特别介绍自己是 那有两润利剑的 承然主 要他们知道 人的剑 并不可怕 主的利剑 才是可怕 因为他是那一位 最后审判的主 所以很显然 世美拿教会 有一位弟兄 他非常忠心 他是忠心的见证人 但是 他 在撒旦所在的地方 被杀 还坚守 主耶稣的名 没有弃绝 主耶稣的道 这是非常宝贵的 但是对 别加谋教会的 责备 然而有几件事 我要责备你 因为你在 因为在你那里 有人 服从了巴兰的教训 这巴兰 曾教导巴勒 将半角石 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叫他们吃 祭偶像之物 行坚硬的事 你那里也有人 照样服从的 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 他们在教义上妥协 服从的尼哥拉党 在生活上妥协 服从的巴兰的教训 虽然他们在迫害当中 能够站立得稳 他们却不是完全 无可指责 虽然他们能够抵挡 撒旦 如火叫 狮子的攻击 他们却无法抵挡 撒旦 如诡诈 欺诈的蛇 的诱惑 撒旦 如火叫的狮子 很容易抵挡 雅各司说 你们若抵挡他 他就被逃跑 敌开你们 但是 如果像蛇一般的诱惑 在无形当中的诱惑 确实很难抵挡 撒旦 可怕不可怕 撒旦不可怕 因为我们如果抵挡他 他就逃跑 我们说撒旦 好像美国人一样 不会吃鱼的 他们一定是吃鱼片 filet 他们如果吃整条鱼 会被刺 梗在喉咙里面 他们不敢吃鱼 但是 好像撒旦一样 如果 我们抵挡他 他就逃跑 离开我们 在美国 现在是螃蟹 很灰的时候 美国人不会吃螃蟹的 他们吃蟹肉 好吃 不会哽到喉咙 所以我们知道 撒旦并不可怕 只有我们抵挡他 他就逃跑 离开我们 但是 我们却很难抵挡 撒旦的诡诈 欺骗 像蛇的诱惑 撒旦借着教会中 所谓的尼哥拉党人 就是征服人 压制人的意思 将假的教义 带进教会当中 甚至将巴兰的教训 带进来 在信仰上 以及生活上 都妥协了 我们从 旧约的圣经 民述记 的记载当中 知道巴兰怎样教导 巴勒 将绊脚石 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 并且叫他们吃 祭偶像之物 行奸淫的事情 来违背神 很可能当时 在别迦摩教会当中 有人起来说 与罗马人 做朋友 有什么不对 像盖撒的祭坛 献上一点香 有什么关系 只有我们心里 不这样想 就好了 请记得 在别迦摩教会的时期 已经教会 被奉为国教了 在罗马的教会 统治之下 已经被奉为国教了 但是我们知道 在罗马的教会 的社会当中 有很多的 该撒的神庙 有很多的 该撒的神庙 当教会 当教会妥协 被接受为国教 但是 教会不受逼迫了 但是我们知道 在一个 国家社会当中 还是有很多的人 不是信仰这个基督教 还是会受很大的 逼迫 基斯坦定大帝 下来以后 阶梯他的 那些罗马的 王 还有当时的教会 可能已经妥协 在当时的社会当中 很像今天的教会 已经有很多的 妥协了 所以在信仰上 跟生活上 已经妥协了 他们认为 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当时 有人起来说 跟罗马人做朋友 有什么不对 像该撒的祭坛 线上一点香 有什么关系 至少罗马政府 现在对教会 这么好 只要我们心里 不这样想就好了 前不久 有人这样问我 他说在台湾 有一位牧师 就主张基督徒 可以将家里 祖先的牌位 神主牌 当作装饰的用品 供在厅堂上面 可以不可以 其实这是一种 妥协的做法 就会成为 软弱基督徒的 绊脚石 一旦在小事上妥协 然后就一定是一件 接着一件的妥协 不是吗 可以不可以将 家里的祖先的牌位 当作装饰品 供在厅堂上 可以不可以 这是一种妥协的做法 安提帕弟兄 可能在这件事上 坚不妥协 结果被杀 殉道 今天教会在这一方面 也必须非常小心 在信仰上 在生活上 都不能妥协 在信仰上 要守住破口 在生活上 要圣洁 要圣洁得胜 别叫某名字的意思 也有分取的意思 教会是许配给 基督的同女 是基督的心腹 因此必须保持 那纯洁的心 启示录最后面说 那被邀请 参加高阳婚宴的 有福了 请问你是谁被邀请 参加高阳的婚宴 许多牧师 会解释 是教会 我们教会将来 要被邀请 参加高阳的婚宴 对还不对 完全错了 教会不是被邀请 参加高阳的婚宴 教会是那场婚宴的女主角 有没有说 有人结婚 被邀请来的是新娘本身 不是的 被邀请来的是旧约的圣徒 是七年灾难当中 信主的圣徒 是千禧年当中 信主得救 的圣徒 可能是犹太人 可能是外邦人 因为教会时代 已经结束了 就会以外 所有信主的 所有旧约 献上赎罪祭的 他们都是旧约的圣徒 千禧年当中的圣徒 被杀 殉道 七年灾难 被杀 殉道的圣徒 和千禧年当中 享受 丰盛的大同世界 乌托邦 理想国 的那些人 如果有相信 信耶稣的 还有献上赎罪祭的 都是千禧年的圣徒 他们将来在新天新地 将被邀请来参加高阳的婚宴 而女主角是教会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所以必须保持 那个纯洁的心 我们在启示录后面会看到 将来离基督 所建立的世界体系 将被称为大淫妇 而教会将是基督 纯洁的心腹 最近我们看到 似乎那个敌基督 已经出现了 因为可能是那个马克宏 他在奥运的开幕式 跟闭幕式 激进亵渎神的场景 呈现在世界人的眼中 并且那位假先知 似乎已经显露了 最近教宗 布兰西斯 在新加坡 所开的世界宗教会议 他公然的宣称 各种宗教 都是带领我们到耶和华面前 到那位神的面前 是完全是异端 跟主耶稣的教导 完全错了 完全不一样 主耶稣说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到神的面前 而这位教宗 竟然宣称 各种宗教 只是不同的语言 最后 都是带领大家 到神的面前 这位教宗 这位教宗 在11世纪的时候 被他们的一位主教 的预言说 他是最后的一位教宗 从那个时候 11世纪开始 有一个圣 马拉奇 的主教 他有预言的恩赐 他预言从他那时候开始 只有一百十二位教宗 而上一任的教宗 就是圣 Benedict 圣本堵 教宗 他教宗的位置 没有坐完 就辞职不干了 代之而起的 是这一位 圣 都说到这是 末后的世代 如果像我刚刚所说的 如果教会是2000年的时间 明年 就是1993年的生日 最后的七年 是七年大灾难 教会将要被提 教会将要回到天上 而地上 又进入了 以色列人的历史 最后七年 所以我们知道 启示录告诉我们 七年灾难当中 当教会被提 的时候 这位敌基督 跟假先知 就会显入出来 很显然 马克宏 跟这位教宗 是所谓敌基督 跟假先知的先影 预先我们看到 他的影子的 已经看到了 加上 现在世界 所经历的 很多的自然灾害 包括气候异常 战争 通货膨胀 跟瘟疫 COVID-19 Monkey 猴动 很多以前的 传染病 现在都慢慢的 复发了 我们知道 现在已经是到 最后的时代了 是末后的时期的 所以我们要如何 守住我们 纯洁的心 我们是基督的 心腹 我们要用 我们的 异形 来偏织 这件白色的 细马衣 喜斯路后面 有说 这件白色的 细马衣 就是圣徒 所行的 异 因此 我们要赶快 偏知 这件白色 细马衣 这件白色 细马衣 就是我们要带到 天上去的 那一件 婚纱 将来我们要 穿这件婚纱 来参加 这个基督的婚宴 我们是女主角 而那些被邀请来的 是旧约的圣徒 还有 七年灾难当中 信主的圣徒 还有在千禧年当中 得救的信徒 他们要参加 被邀请 参加这个婚宴 他们有福 而教会 是那个婚宴的主角 就是那一位信父 好 北战牧教会 为了减少迫害 成为了追求 成功 而妥协的基督徒 实际上是已经换了 属灵的奸淫 在信仰上妥协 在生活上 也妥协的 教会 或基督徒 都是换了 属灵的奸淫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罗马将基督教 立为国教 在别加谷教会的时期 异教的风俗和迷信 也称为基督徒的崇拜 成为基督徒的教义 妥协的 跟传统的生活的一部分 从祖后 从祖后的312年 到祖后606年 当中的别加谷教会的时期 罗马已经将基督教立为国教 但是 异教的风俗 和迷信 也成为基督徒的崇拜 教义 跟传统的一部分 祖后300年 天主教 开始为死人祷告 好 我们讲到 为死人祷告的事情 我会跟大家解释 祖后375年 他们开始敬拜天使 跟敬拜圣徒 把圣徒立向 成为偶像来敬拜 祖后394年 他们开始望弥撒 祖后431年 他们开始敬拜圣母玛利亚 玛利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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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圣母玛利亚 祖后593年 开始相信 炼玉 把这些教义 放到 一般的生活的当中 其实为死人祷告 我们说过 我们今天 可以为我们已经 死去的亲人祷告 我们已经死去的 祖先祷告 他们可能没有听过福音 他们可能没有听过正确的福音 那这些人 死以后 他们是到了阴间的监狱里面 在那里等待 在永恒里面 主耶稣 到监狱里面 向他们传道 传福音 我们在 上次 跟挪亚 方舟 十字架 的讲道当中 我们有讲到 这个事情 在彼得前书 有说到 主耶稣 借这个灵 沉到监狱里面 传道 给那些人听 那些人是谁 特别讲到 是神 是挪亚在预备方舟的时候 神 容忍 等待的人 为什么那些人 有机会 在死以后 有耶稣 亲自 向他们传道 因为他们 没有听过 生命的道 没有听过 救恩的道 没有听过 恩惠的道 他们只听过 异道 异道就是 异就是不患罪 不要患罪 不要患罪 有点像 今天的慈祭功德会一样 要做好事 不要做坏事 他们没有听过 恩惠的道 救恩的道 因此 神 暂时保守他们 在阴间的监狱里面 在永恒里面 主耶稣 死 埋葬 复活之前 他借这个灵 到阴间的监狱 传道给他们听 当然不是只有 挪亚时代的 神容忍 等待的人 世世代代 神都在容忍 等待 人 能够信主悔改 但是我们知道 在外邦世界 可能没有机会 听到福音 福音在 明朝开始 传到 中国大陆 台湾 150年前 宣教师 把福音 传到台湾 在这之前 如果死的人 就进入 永远的 沉沦 跟咒诅 难道这是 公义的神会 做的事情吗 不会的 我们当中 有很多人 我们的 祖先 先祖 没有听过 福音 因此 他们死了以后 也是到 监狱里面去 等待 永恒里面 主耶稣 向他们传福音 那么你会问 如果现在死的人 主耶稣是2000年 将近1992年前 到监狱去 传道给他们听 那么现在人 死的 来得及吗 时间赶得上吗 不用担心 在永恒里面 没有过去将来 只有永远的 现在 因此 即使现在死的人 如果他们 没有听过福音 或没有听过 正确的福音 特别在这个末世 很多奇奇怪怪的 福音 奇奇怪怪的 教义 都出来了 他们 不会相信的 我记得有一次 我带领了一对夫妇 到台湾 参加 所谓 全 一个特别的聚会 是职场的人 组织 全服会 全服会 我是被他们指定 要在纽约 做全服会的会长 后来没有 我那次带这个夫妇 回去参加他们聚会 他们的聚会当中 大家很热心 都用方言祷告 全场都方言祷告 有人呼喊着 那个 那个朋友的丈夫 他吓死了 说这是什么聚会 他赶快跑到外面去 我不相信 我绝对不相信 那么这位 朋友的先生 如果因为这样 有人用不正确的方式 我不是说 方言祷告不好 保罗也说 不要在众人聚集的地方 用方言祷告 否则有不信的人 进来了 看见你们这样祷告 会以为你们是 话外之人 所以这位朋友 如果不相信而死了 他没有听过正确的福音 因为信徒不正确的 敬拜的方式 使得这个不信的人 就这样死了以后 难道他就沉沦吗 他也是到监狱里面去 等待主耶稣 亲自为他们传福音 正确的福音 他如果相信了 就被提出监狼 所以我们知道 为死人祷告 并不是错误 我能够为他们祷告 希望他们在阴间的监狱里面 能够心软 接受耶稣基督 亲自向他们 传道 好 主对他们的勉励 所以你当悔改 若不悔改 我就快临到你那里 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别加摩教会 的安提巴弟兄 遭受了罗马剑的攻击 但那些不悔改的 就要遭受基督口中的剑的审判 主口中的剑 代表神的话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 也这样说 我所讲得到 在末日 要审判他 对他们应许 得胜的 我必将那隐藏的Mana 赐给他 并赐他一块白石 石上写着新名 除了那隐瘦的以外 没有人能认识 隐藏的Mana 就是放在椰柜里的Mana 是神同在与供应 我们若有这块白石 根据当时的习惯 法官会将一块白石 投入一个罐子当中 来代表被告无罪释放 有时白石 也成为进入会场的入场卷 上面写着我们新的名字 基督徒 我们就能够进入高阳的研习 起述这样说 环辈请高阳研习的 有福了 都是基督徒 但是只有教会 成为新妇 作业的圣徒 七年灾难当中的圣徒 千禧年当中的圣徒 不是教会 教会 是特别的时代 特别的时取的一群圣徒 成为教会 好 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 篇